《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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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钱啊 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渴望 如果是有了钱的话 可以给我妈妈治病 我在农村里面 所有的农活都干过 我记得我在这个西山上面 干活的时候 经常看见火车出入 总觉得这个火车 穿过这个山沟以后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88年的时候 海南岛建设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机会 我就去了海南岛 在这之前呢 每一个冲结都是回家去 跟家里面的人在炕上 看这个冲结联欢晚会 只有90年的冲结的话 我没钱回家了 当时呢我想 能够凑点钱的话回家 结果这个钱呢 死活是凑不出来 可是这个冲结联欢晚会 一定要看 我就在一个招待所里面去 给了一个姑娘说好 我说今天是不是你值班 她说是 我说我能不能在那儿 看着冲结联欢晚会 她说可以 冲结联欢晚会 大概演到八点多九点的时候 她不让我看了 说我要休息了 要睡觉了 你走吧 等我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特别沮丧 就是心里面 从来没有过到 一种孤独感 就觉得怎么一个人 放到那个荒岛上去了呢 老金 哎呦 韩总 您好 恭喜 恭喜 特交了 是不是 对对对 一号楼 我们买的是那个二号楼 商业 就是物质财富 固然是财富 它肯定不是全部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就像一个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如果是只有一个翅膀 是飞不起来的 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我爸爸就说孩子要出门了 记住两句话 没事别惹事 有事别怕事 我叫潘石屹 现在在给北京盖房子 你还好吗 哦 你还好吗 这个呢 我是乌棠 你这个呢 其实就在 lookin款